大家好,这里是大舌头写说,我是段小宇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寺庙囚禁众多被拐卖少女 连住持都是大魔头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因此民间制发组织起的很多反亲组织 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义和拳 他们打折鬼神的旗号 装神弄鬼,糊弄平民百姓 弄得乌烟瘴气 蜻蜓为了镇压义和拳 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他们 义和拳的所作所为 也令百姓苦不堪言 纷纷配合抓捕 我们的男主黄飞鸿 在从香港回广州的港口 也正好见到官府抓捕山民义和拳成员 身怀民主大义的他 当然不会视而不见 见官兵无力抓捕 黄飞鸿果断出手 武功高强的他三下五出二 就搞定了山民邪教成员 之后黄飞鸿带着徒弟梁宽 和鲍牙叔回到了广州的宝芝林 梁宽总日带着徒弟们习武 黄飞鸿则为人治病 但宝芝林实在太小 黄飞鸿的徒弟众多 显得异常拥挤 更别提念武了 师兄弟们经常会因为一个动作 而误伤队友 弄得梁宽苦不堪言 他强烈要求黄飞鸿换地方 黄飞鸿本不想换 但此时又碰到房东 要加三倍租金 这可让一向亲密的黄飞鸿 有点吃不消了 最终他把换地方的任务 交给了两个徒弟去处理 报牙叔名威寿命 马上和梁宽一起找到他的表哥 表哥在这代已经混了很久 哪家生孩子他都非常清楚 于是表哥把一个叫黄飞鸿的老板 介绍给了报牙叔认识 黄飞鸿一听 他们是黄飞鸿的徒弟 当即兴奋得不得了 原来他的偶像就是黄飞鸿 听说黄飞鸿要换地方 黄飞鸿当即答应下来 说自己有一个大院子 非常适合保志林搬过来 而且能拜黄飞鸿为师的话 租金还可以给他们打三折 还能免三个月的房租 两宽两人开心得不得了 当即又拉着黄飞鸿去看他场地 而且租金还这么便宜 黄飞鸿一马答应了下来 他让两个徒弟与黄师虎把朱约弄好 自己只要去见一位千种大人 这位千种大人名叫雷一笑 就跟他的名字一样 是一个很喜欢奸笑的人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黄飞鸿一眼就知道此人阴前狡诈 但他又不能发作 只能不断地给他陪笑 雷一笑也知道 黄飞鸿在此地有点威望 这次叫他来 就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 他当遮黄飞鸿的面 杀死了一个江阳大盗 知府大人很不满雷一笑的做法 怕这样会得罪黄飞鸿 将会对自己正在干的事情引来威胁 看起来两个人正在作遮不为人知的勾当 另一边 黄飞鸿的宝志明很快开张 镇上的几个乡身土豪都前来庆贺 黄飞鸿很是高兴 可还没高兴多久 就发现宝志明的隔壁 又新开了一家店 名叫宜宏院 而且老板正是黄师虎 梁宽和鲍牙叔这才知道 宝志明开在了宜宏院旁边 吓得脸都变形了 这下徒弟们可没心思念武了 整日与隔壁的姑娘没来眼去 黄飞鸿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 恨不得直接把梁宽和鲍牙叔批了 无奈之下 他找到黄师虎 小班尼此地 逆寻他处 黄师父见这些偶像要走 一马表示可以不收房租 只要黄飞鸿不走就行 但他心意已决 就这此时 镇上的乡身土豪 带来了很多失踪的小孩来到宝志明 听他们说 是否用了国外生产的营养液后 导致失踪 黄飞鸿虽然医术高明 但对小孩的病却毫无办法 他只能开一点药 让孩子们保守治疗 看看会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孩子们的病情没有半点起舍 为了找到解药 黄飞鸿不惜牺牲自己 亲自尝试了营养液 事后让徒弟们观察自己 如果出现鹅龙的情况 要立即提醒他 这天 梁宽在码头做事的时候 突然见到工人抬在的箱子里 调出一个姑娘 他马上料到 对方是拐卖人口 就在两边大打出手的时候 雷一笑突然出现 他急忙告发说 有人拐卖人口 可当他们一回头 却只见到空空如也的箱子 他当即表示 要打开其他的箱子看看 但为雷一笑 以扰乱治安罪痛打了一顿 事后还把身受重伤的梁宽 送到了黄飞鸿的面前 说他在码头横行霸道 还冤枉别人贩卖人口 自己作为地方上的大人 所以出手教训了他一顿 虽然黄飞鸿知道 梁宽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但在雷一笑的面前 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雷一笑在离开前 还把黄飞鸿的牌匾 披成两半 狠狠地嘲笑了他一番 梁儿的梁指算是结下了 之后的几天 因为黄飞鸿喝过营养药水 他的听力开始大不如前 这也更加促使他 要尽快地找到解药 秘一边 事成的燕儿和父亲 经历两年时间 追踪义和泉来到了广东 燕儿的妹妹 就是被义和泉的人奴走的 燕儿发现 城外能人士的和尚 情迹可疑 便和父亲偷偷潜入市中 发现这里 正是义和泉的一个秘密据点 很多姑娘被关在这里 而且能人士的住持 也是邪教成员之一 更出乎意料的是 雷一笑竟然也和他们 勾搭在一起 原来雷一笑表面是朝廷民官 实际上也是义和泉的一员 总两人对话中得知 他们靠向东洋贩卖妇女 所得的非法收入 购置枪支弹药与朝廷作对 直到正下后的两人正准备离开 雷一笑却发现了偷听的燕儿 父亲为了保护燕儿离开 自己不幸被雷一笑抓住 好债燕儿顺利逃脱 身负中上的燕儿 本想求助黄飞红 却迷迷糊糊走进了怡红院 最终晕倒在了这里 好债黄师虎和梁宽等人都在这 他们救醒了燕儿 当得知梁宽是黄飞红的徒弟后 因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告诉了他们 两宽本想把这件事 告知给黄飞红 但爆牙书阻止了他 如今师父还在生他们的气 如果他们几个能大破能人事 不仅可以将功赎罪 黄师虎心许都能败在 黄飞红的门下 最终三人打算 到能人事一探究竟 黄师虎带着自己的妹妹九姑娘 和一帮姐妹来到能人事 九姑娘带着一帮姐妹 假意求签 时则事处观察着始周 当求得一直下下签后 解签的和尚 让九姑娘在寺庙住上一晚 便可得姻缘 为了弄清真相 九姑娘当天晚上就住在了寺庙里 突然一阵迷烟传来 九姑娘当即失去了意识 随后两名花和尚 通过暗岛来到她的房间 就在他们要图谋不轨的时候 找旧埋伏好的爆牙书等人杀了出来 一番打斗后 虽然搞定了花和尚 但九姑娘还是被人掳走 几人忙追了出去 可随即被人数中的教徒包围 两人一战三百回合 最终体力不知倒在地上 眼看就要命上黄泉 得到消息的黄飞红及时杀到 这些小罗罗 哪里是黄飞红的对手 很快就被清少赶紧 杨宽和爆牙书是得救了 但九姑娘目前还处在危险当中 黄飞红压着一个教徒 得遮九姑娘的位置 让两徒弟在外面手遮 自己则进去救人 九姑娘被锁在一座调查的中央 这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姑娘 被铁笼关着 突然黄飞红遭到偷袭 但只是一些虾兵蟹将 黄飞红很轻松就解决了他们 时时注射做的九年宝灯 闪亮灯场 两人你来我往 打得好不热闹 黄飞红先是一个无音角 打烂了他的座驾 然后开启扁人模式 之后又是一个佛山无音角 把注射踹下了山崖 待一切成安落定之后 雷笑带着官兵出现 就在黄飞红给他说明情况的时候 赶来解救父亲的燕儿 看他居然跟雷笑谈笑风生 以为黄飞红跟他们是一伙的 没打招呼就不辞而别 而雷笑带着官兵一阵收查 并没有发现黄飞红口中被关押的姑娘 很明显早就被雷笑的人转移了 寺庙的老和尚还反过来撞告他们 扰乱佛门亲近 肆意破坏公家财物 黄飞红一行人很快被带到了官府 由于遭到能人士的撞告 早就被雷笑收买的知府 当即要将黄飞红收押 信德镇上是来相声联合担保 加上英国人保他 知府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随后又改变了判罚 把老和尚关押候审 黄飞红暂时释放 等查明真相再下定夺 这一转变让雷笑非常不爽 但是他现在不敢得罪英国人 他知道马上就要举行庙会 英国人想让黄飞红参加武士才会保他 于是想在庙会上 一举消灭这个爱事的黄飞红 雷笑找到黄飞红的一个徒弟 让他把毒药放进黄飞红的水里 以前的赌债就一笔勾销 徒弟被逼无赖只好照办 但他怎么忍心下的去手 他又不敢违背雷笑的安排 最后把毒药换上营养水 给黄飞红喝下了 庙会很快开始 黄飞红亲至武士 就在他即将夺得袖球获胜的时候 雷笑的蜈蚣出现 打得黄飞红的尸队人羊马翻 黄飞红也对这个全身尸道的蜈蚣 无可来何 只能勉强抵挡 再加上营养水的药效在此时发作 黄飞红顿时什么都听不到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最终在这场狮子队武功的比赛中 黄飞红第一次败在了对手身上 这对于黄飞红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能认识的脑和尚 受不了冤屈上吊自杀了 雷一笑又把逼死脑和尚的罪名 安插在了黄飞红身上 保之林被官府查封 黄飞红还免不了面临官司 为了不年内徒弟们 黄飞红决定离开 回佛山避一避 顺便把耳聋制好 走在回佛山的路上 黄飞红偶遇了在家外 安生的艳儿妇女 艳儿起初还以为 她是跟哪一笑是一伙的 上去就开干 还好父亲没有那么冲动 在知道黄飞红 喝了营养水双耳失冲后 她才明白 黄飞红也是受害者 正好自己又略懂医术 于是就让黄飞红留了下来 两人共同研究治疗耳聋的方法 经过艳儿妇女一段时间的帮助 黄飞红的耳朵终于恢复了正常 在这段时间内 她不断地在脑海中 想着破解蜈蚣的方法 在通过对蜈蚣的克星 攻击的一段观察之后 她终于悟出一道拳法 昨天晚上 梁宽和鲍牙叔 带着受伤的黄尸虎找了过来 原来黄尸虎想要解救 誓言里被关闸的姑娘们 却被发现 还被达成了重伤 雷霄也因此知道了 黄飞红并没有回佛山 现在真派人前来围剿 其人还没来得及做准备 官兵们就杀了过来 但这几个小喽喽 哪里是黄飞红的对手 很快就被她清理干净 如今身体恢复了健康 面会上的失败 让她耿耿于怀 她决定重回广州 在两天后的什么大会上 再会过那条蜈蚣 时间过得很快 大会很快开始 那一下的蜈蚣 所向披靡 整个大会 就她一个人在表演 就在她即将得到绣球的时候 攻击打扮的黄飞红 闪亮登场 她另辟吸睛 用自己发明的拳法 打得蜈蚣毫无还手之力 在这场铁骑斗蜈蚣的比赛中 最终蜈蚣被铁骑失水 本来比赛已经结束 但雷一笑又把目标 放在英国人身上 实时的她 已经不管什么比赛 只想抓住英国人 作为跟蜻蜓谈判的资本 黄飞红立马挡在她的面前 她今天却为民除害 两人拟来勿忘 一直打到了仓库里 黄飞红又识说大技能 五鹰脚 但这时雷一笑不但没有受伤 黄飞红自己的脚反而受了伤 原来雷一笑早有准备 她掀出了反甲 黄飞红提前不知 纯说出的她经不起一点伤害 但这位老江湖的她 立马就知道 此刻要买什么装备 她建议旁有酒 然后不断往自己灌酒 终于喝醉耍起了醉拳 雷一笑从来没见过这种拳法 意识乱乱方蠢 反甲都被打掉了 最终黄飞红把这个爱笑的雷一笑 打到哭了才罢售 影片到时结束 铁骑斗无功 是李连杰主演的五部 黄飞红系列电影中 唯一一部戏剧 论黄飞红 我指着李连杰 那时候李连杰 简直是帅呆了 这部影片 是一部娱乐观赏性十足的影片 不仅无打场面好看 影片的搞笑部分 也一定让你消出眼泪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